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个英语天,但是我心情非常好,所以决定带大家看看我的小菜园 我有11个1米乘以1米2的菜框 这边三个,左边还有三个 左边还有三个,1米乘以1米2的 右边还有五个,所以加起来也就十几平方 20平方不到,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能够合理的安排 种植的品种,基本上在收获的季节能够 一个小家庭能够自给自足了 下面我就带领大家看看我每一个菜框里种的都是什么菜 现在是初冬啊,这一棵菜框呢,我前两天把菜心全部收割了 然后留了一棵做种,你看这个种子长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这个土呢,我已经翻了,让它晒一下 这棵上海青,它怎么就,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就抽台了啊 因为现在季节不对,抽台准备开花了 我不确定这个种子能不能收获,我能不能收获质量比较高的种子 我想放着呢 这棵白菜我第一年种,我不知道学名是什么 反正我买的时候,他们说是白叶白菜,买种子的时候 但是这个白菜我不会种了,因为它的质感比较硬,我不太喜欢 那相比这棵这棵我就喜爱多了 所以明年呢,我会继续种这种白菜 我希望这棵能够留作种子 它的特点呢,是质感非常的软糯 然后背后也没有刺人的这个小毛,毛毛 而且非常好长,你看 长得非常大,一般都是白叶子吃 所以这棵如果能留下种子就好了 这个菜框我种的是紫色莴笋和罗曼生菜 那罗曼生我以后会剑着把它吃掉 这样的话有更多的空间留给莴笋生长 然后另外一边呢,我就撒了一点中国芹的种子 现在呢,也发芽了 特别是一下雨会发得很快,长得很快 中国芹的种子非常小 所以我撒的时候,看看,撒得不太均匀 它旁边的小菜框呢,我一共种了三种蔬菜 韭菜,大叶童蒿和紫色莴笋 你看我韭菜只种6小葱 哦,12小葱,这边是6,还有6小葱 我前两天刚刚剪掉,吃掉 然后剪完之后我放了一点肥料 你看两三天的事情啊,它已经新的 那个新芽已经发出来了 黄绿色的新芽 这边是大叶童蒿 童蒿呢,冬天非常好长 特别是雨水多的时候,所以你不用种很多 像这么一小块 基本上就够我们一家人家吃一冬天的 你不可能天天吃同样一种菜,对不对 你可能要换着吃 所以我过两天会把它掐尖 这样的话它下面你看,侧芽 看到了吗?侧芽会继续长 所以你掐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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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掐尖 这样的话这么一小一小块 这么一点就可以供我们全家吃一冬天的 所以一定要合理安排 我们的小菜地 这是我刚刚拔出来一个甜菜根 这个是我初夏种的 所以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 我一般是要吃的时候我才把它挖出来 那现在已经就剩两三颗了 所以我进行拔一颗 这边呢有几颗萝卜 萝卜长得一般般不是特别好 因为它是剩下的苗 我就随便种在了旁边 但是也接了 所以这块地呢我是不会再 夏天,冬天我是不会再种了 我会养着它为明年的开春去做准备 它的旁边呢 我种的是我们冬天比较喜欢吃的塔菜 现在你看看这小苗已经长得非常好了 说明它的根已经生长了 我塔菜是一苗的 这边是Snowpea 荷兰豆 发芽一般般 我可能还要补种几个 因为最近比较干 如果呢以后这个塔菜长得过密 我还会把它剑掉 现在我就是尽量利用空间 我育的苗就尽量都把它种上 不要浪费 如果它以后长得太大了 太密了 我会把它剑着吃 这个菜框里面是南韩生 我非常喜欢吃生菜 所以我会种一些长得比较大 比较脆 比较口感比较好的生菜 你看嫩绿嫩绿的 最后它会长得蛮大的 这是一颗上海青 突然间怎么跑到这里来 可能当时的小苗或者一苗的时候 这个菜框也是我秋天刚刚收获了一些菜 所以现在呢 我会挖一个坑 然后把我的厨余埋在里面 这样一个月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肥料 这边是八颗菠菜 八颗菠菜我也会掰叶子吃 也够了 这个菜框是目前这个季节最养眼的 里面基本上有五六种菜 五六六七种菜 在一个菜框里 然后大家猜猜这是什么菜 看看背后有小冰株 背后有小冰株 对这是冰菜 冰菜的做色拉吃是最好的 而且我们这个超市里应该买不到 所以你看我把这个给它掐尖 掐尖之后它特别又会又会长出来 因为现在天比较冷了 其实这个冰菜长得还不是很好 如果天热一点会长得叶子会更肥嫩 但是也OK啦 所以我会把各种不同的生菜 包括冰菜放在一起做色拉 是非常美味的 像这种大叶的 这是明叶菜 这种菜我只种一颗 因为两三片叶子就可以吃一顿 这边呢也是我种的荷兰豆 现在已经开花了是开白色的花 还有一种是开紫色的花 我下次也尝试着种一下 你看看这个豆已经可以吃了 这个长成这么大就可以了 我这两天就要把它做掉 然后同样呢 我左边 我这边又 左边 对这里 这里我又补种了一些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整个冬天都有荷兰豆吃了 那我们再看看啊 这是什么菜 这是Rocky 就是他们叫芝麻菜 火箭菜 好像国内应该叫臭菜吧 它的味道有一点辣 然后也是做色拉的 所以我做色拉的菜有很多种 然后我这边还有几种菜 上海青啊 还有一些白叶白菜啊 所以这个小菜框的利用率是非常高的 有五六种菜在一起 但是不可能每个小菜框 你都把它种的满满的 因为它需要养地啊 还有需要重新播种啊 重新移苗啊 所以总有一些地是空着的 就比方这块地 现在里面就有三四颗绿叶菜了 我这两天就要把它吃掉 你可以好好地规划 你每天要吃什么品种的菜 这样的话 我这个小菜框 它又就等于说 给我腾出地方 我可以把我的厨余埋下去 然后给它养养地 这样的话 开春的时候 我又就是有地方可以种菜了 然后这边我也是挖了一个洞 也要买厨余的 这边我又种了一点紫色莴笋 因为紫色莴笋呢 我非常喜欢 还有它 外面卖的比较少 也很贵 那我会多种一些 所以 而且它大小不同 因为我是分好几批种的 这样的话呢 它收获的时候 收获的周期就比较长 我就能够吃很长时间 你看这些就比较小 是我后来种的 然后会见缝插针 再种两颗小的在旁边 这就是 这个就是我小菜地 这个季节的基本情况 这有两颗糊有 只见了两颗 因为剪着剪得比较狠了 比较厉害了 希望今年能够有很好的收成 这是一个橘子 这颗橘子的品种 我也不太清楚 现在还很硬 很硬 要等再过一段时间 才能看看它好吃不好吃 现在非常厉害就能吃 但是收成还不错 结了很多 因为像这种柑橘树 它都有大小年的 今年可能是大年吧 这是两颗斐鸡果 斐鸡果 今年结的也不多 我会给它试点肥 冬天试点肥 希望来年有个好收成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观我的小菜园 在影片的开头 我说我今天心情非常好 因为阴天打雷 马上要下雨了 那是因为今年天气非常干旱 所以我相信喜欢种植的朋友 一定有这样的体会 在干旱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最大的愿望就是 赶快下一场 痛痛快快下一场雨 谢谢大家观看